我昨天跟上禮拜的一些卡我都沒抽 就是想說今天一起抽 結果就遇到了 覺醒 嗨大家晚上好 今天有很多東西要播 然後我現在先來打這個試博營 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進來的時候 要先去沙比丘買神譽卷 我剛剛已經接了 然後要再去青銅鑰匙商人 看你要不要買這個回程卷軸 我是覺得要買 因為回程卷軸可以讓你少跑一段路 那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再來就是這個試博營進來的時候 你自己看到自己的名字 跟別人看到你的名字是一樣的 就是跟公墓不一樣 公墓是大家看都不一樣 那試博營是一樣的 進來之後他會開始分配你的陣營 他都是隨機的 然後這個柱子超級 超級容易恐懼人 恐懼的機率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打王的分數會是最高的 這個比賽他的分數有兩種 一種是你的個人分數 一種是團隊分數 那團隊勝利的話就是大家都會有獎勵 如果你要團隊贏的話就是大家要去推塔 那如果你要個人的分數高一點的話就是去打王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就是要邊打王邊打人 然後這個塔打人非常非常痛 所以會建議大家如果打王有這個 無敵捲的時候就是打卡的時候要使用 我去打王 我去打個王 我沒有捲 我們目前打這個 赤柏銀還沒有成功的把塔打掉過 目前都是就是時間結束之後 然後你這個上面的分數 那我希望有機會可以把塔打掉 我可以把塔打掉 卡爆了 耶 無敵捲好棒 耶 贏了 我今天13名 再跟大家講一次 如果你想要個人分數高一點就多打王 那打塔也會有分數 想要那個隊伍整體的分數高的話 就是要一起推塔 反正就是你們的DC 要分黃色跟綠色 那你們分配到哪一個顏色呢 你們就那一群人都要去那個顏色 要溝通一下 需要有人指揮啦 因為你們如果不集火打一個塔的話 會打不掉塔 因為塔很痛 你們沒有一起去分散塔的傷害的話 你們一定推不掉 我先把卡抽完 我昨天跟上禮拜的一些卡我都沒抽 就是想說今天一起抽 結果就遇到了 這個 絕省 剛好可以來搞一下 看一下 轉 直轉絕省會比較便宜 不知道 這個價錢我真的知道 來 再來 究竟會有幾紅呢 希望可以多一點 因為我今天要超越 對 嘿 三紅 我好容易抽到必拉了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金辯 我想要四張紙辯去讓他超越 可是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我的紅卡就都會拿來核紙辯 你知道嗎 這樣子 我等一下可能會沒有足夠的紅卡 可以超越其他的紅卡 我覺得很 很難抉擇啊 今天的 變身合成還不錯 我要再升一紙我才會有四紙 我才可以直接保底 可是我現在其實也只有兩張門票 要把它吃吃看 讓我看到大披風 中了 嗚呼 我可以 我可以無痛 100%超越 這個金辯超越 它的這些基本素質會增加4點 然後下面的施法速度跟攻擊速度都會增加 好開心喔 今天 超越我們來看動畫 我變白了 我變白了 凱爾還沒超越 形態崩了 我們看一下卡池 無視傷害抗性加3% 欸就這樣喔 就這樣 太少了吧 好我們現在來弄紅超越 欸我紅色 只有三張可以超越 那這邊大家跟大家講一下超越的 就是比較CP值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用紅色 就是你自己是什麼職業 你就 就先超越什麼職業的紅色 紅便 因為它的超越 通常都會是你需要的東西 我先來試試看這50% 能不能成功 二分之一 欸 成功 耶 這樣有賺了吧 這樣有賺吧 魔杖傷害加1很 很香啊 再搞個這個多瑪 我就又多東西了 我把多瑪再拿 這是多瑪 會不會兩次成功呢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而且你知道 不是不是 欸 欸 欸 喔 今天很可以耶 划算 划算 怎麼辦 我不敢再用了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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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這回歸了 好啦那今天就先這樣啦 謝謝大家 我怕